这五位一个镜头也没有 他们是怎么被《生生不息宝岛记》出名的 第一位 蔡依林 《生生不息宝岛记》不只是翻唱经典歌曲 还回顾了台湾音乐的发展史 作为七十年后标志性的人物 四大三小李 夏尔轩 张绍涵 王心凌 杨成林 以及新加坡的孙燕斯 马来西亚的梁静如 都有展示 唯独缺了蔡依林的画面 第二位 田富珍 SH作为团体又被提及 但是三人的镜头里只留下了Selina和Ella 黑笔田富珍被裁掉了 10年代SH3飞后 田富珍延续了她的团体的成功 但也被抹掉 第三位 张惠妹 在介绍纳英拿下第十二届金曲奖 最佳国语名演唱人时 旁白里说的是 纳英击败了同台的莫文卫 好姐妹王妃 孙燕姿等一众法语天后 这里的等就是当时一同入围的张惠妹 第四位和第五位是陶哲和王力宏 00年代台湾音乐鼎盛时期 周琳陶王四位顶尖创作歌手 是你追我感场面的代表人物 节目总共了大篇幅介绍和致敬周杰伦 林俊杰也有提及 但陶哲和王力宏均被隐身了 以上五位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 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芒果台出于谨慎的考虑 还是把他们都拿掉了 不过目前他们的歌 在各大音乐平台上还是可以听到的